这一堂课程我们会分成三个单元 总共17个小节 来跟各位完整的解析 在求职这一块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第一个单元我们会提到 怎么去正确的解读求财资讯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提到 履历自赚该怎么去撰写 怎么样去克制满足求财厂商的需求 第三个部分我们会提到 在面试的部分 怎么样的回应能够帮自己创造好感度 让自己赢得求职的门票 所以今天这堂课程 我们会来跟各位完整的解析这个部分 总共三大单元17个小节 那我们来进入到第一个单元 想要求职顺利 先研究求财厂商需求 很多人在问我说 Ben怎么样能够顺利的找到 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那您对于你理想的工作 我想您在人类银行上面 一定有一些选择 有一些岗位你可能很有兴趣 但是在你投履历之前 我会说先等一等 先了解一下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那有可能你履历头再多 也只是在做无用工 所以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节 叫做提高求职胜率的关键思维 在第一节我们会提到一些关键的心法跟原则 这些心法跟原则通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提到求职的做法 您就会更容易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第一节 提高求职胜率的关键思维 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 方向明确 努力才不会白费 很多人问说 要怎么顺利找到一个好工作 那我都会问他一个问题是 你心目中的好工作是什么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好工作 你在工作中 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 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想清楚 那有可能你找的工作 到最后你都不见得会满意 所以我们讲说 方向要正确 努力才不会白费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先不要急着写履历表 先静下心来想一下 我为什么要找工作 我找工作要满足我哪些的部分 钱 成就感 还有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当你想清楚你要什么样的工作 你想要通过工作中得到什么之后 你接下来的努力才会有价值 所以第一步 我都会请大家去思考清楚 你工作 你想要在工作中得到什么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那你有可能就是 不断的投入求职的动作 但不见得会有成效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你最后怎么会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你想要的呢 所以第一步先确认 你到底要什么 方向越明确越好 当你越聚焦越明确 你在投递履历 甚至在面试的时候 你讲话就比较有底气 因为这是你打从心里要的东西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掌握人之所欲 方能施语人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